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AppleFans 我是威力 一年一度的科技盛会又要来啦 大家都知道 每年6月Apple都会举行全球开发者大会 也就是WWDC 今年这个盛会会在台湾时间6月6号开幕 而Apple的Keynote的发表会 也会在6月6号的凌晨1点正式开始 当然我们AppleFans也会全程做直播 陪大家一起熬夜看发表会 到时候记得来加入我们哦 那这次的苹果米新闻书报 我们从目前流出的消息 帮大家准备好了一份 WWDC 2023年的预测总整理 现在就让我们来一起看看这次的消息 哪一个最让你期待吧 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我们要聊聊的是iOS 17 目前iOS 17流出的消息 是在iPhone 14系列上面 只有Pro机型专储的动态导 将会下放到所有的iPhone 15系列上面 包含iPhone 15啊 iPhone 15 Max 那这个动态导的设计 可以算是苹果 近年来在iOS上面做的比较大的改动 所以他们会希望这个小岛的功能可以更加完善 譬如说他们打算把Siri的显示界面 直接整合到这个动态导里面 让Siri弹出来的画面会更明显 不是只有在萤幕下方突然跳出来这样 可以让整体的界面设计更有一致性 但是说真的啦 我自己是觉得在看影片的时候 动态导比之前的刘海更干扰事件 你们觉得呢 那欢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家一起讨论 那下一个可能的大改变 就是我们已经熟悉的这个控制中心 控制中心是在iOS 7 也就是2013年的时候正式推出的 一直到2017年的iOS 11的时候 Apple才重新调整了这个设计 那那个时候为什么要调整控制中心的设计呢? 主要是为了第一支全萤幕的iPhone 也就是iPhone X 所以控制中心不再是从下面往上滑 而是调整成从右上角往下滑的这种全萤幕选单 那控制中心从iOS 7诞生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0年了 那这一次的变化到底会是再重新做一次重新的设计呢? 还是会像歪眉猜测的一样 只是有更高的自由度而已呢? 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 不过目前有一个流出的消息指出啊 控制中心里面的手电筒会做调整 从本来的4种亮度可以选择 会变成无段式的滑动来调整亮度 那在我们继续看下去之前 我们要先感谢一下这支影片的赞助商 Mifa提供我们这支帅气的NASA表带 全新Mifa EDC34NASA系列表带 打造独有的太空时尚 两款新色任你挑选 均归尼龙纤维打造 搭配真皮制成 所尾车线加固 长久佩戴不怕脱线 不管是平时运动 还是日常穿搭 都能展现你的太空之力 魔鬼毡高度紧密贴合 20磅的狐狸也能轻松提起 不会断裂 尼龙材质更是轻盈耐用 配上阳极耐斧石316不锈钢连接扣环 不只在外无比抽用 平常也能给你柔软的舒适性 表带还具有防拨水效果 碰过水后超快干 担心Apple Watch机身刮伤吗 再加上Elxen保护壳 硬派程度大升级 同时还有表带一体成型版本 让Apple Watch解放outdoor魅力 现在立刻下单改造你的Watch风范吧 再来 iOS 17 的另一个可能变化 是Apple似乎正在开发一款全新的日记APP 这个由Apple自行开发的日记APP 跟现在比较有名的 Day1这种类型的日记APP 有点类似 除了可以透过写日记来记录生活 跟回顾你自己的日常之外呢 目前猜测它能够追踪 跟分析使用者的行为模式 例如说 它可以分析你在家里头花了多少时间啊 分析你一整天的行为模式是什么 分析你是否超出了日常的行为规范等等 那这些数据可以帮助你 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生活习惯 跟生活模式 并且在需要的时候 可以让你自己进行调整啊 那另外像是 Always on Display 永远显示这个功能 现在在iPhone横向的时候 其实并不会跟着一起变成横向 所以iOS 17可能会推出一个超酷的 智慧显示模式 当你的iPhone锁定了 而且是摆横向的时候 就会自动开启这个智慧显示模式 让你可以看到更多有用的资讯 像是形式力 讯息通知 电量等等 有点像是Amazon的Echo Show 或者是Google Nest Hub 那种智慧音箱的显示界面 然后锁定萤幕的选项 也会变得更多 像原本可以让你选字型 接下来可能可以让大家调整 字型的大小尺寸 甚至可以分享你自己 已经做好的锁定萤幕给其他人 我觉得这个分享功能非常棒啊 以后就会有很多神人 会分享一些好看又特别的锁定画面 给跟我一样这种锁定画面 万年不变的懒人用 是不是超棒的 那其他可能改变 像是健康的App 可能会加入情绪追踪 跟管理视率状况的功能 还有健康的App 钱包的App 背景图片的App 的使用界面 也可能会重新做设计 那新一代的ColPlay 也可能会推出更多的新功能 还有之前Apple也推出一系列专门 为身心障碍者设计的iPhone辅助功能 就是希望可以提供更便利 更无障碍的使用体验 那以上这些都可能会是iOS 17的更新内容 那现在我们来聊聊iPadOS 17 iPadOS最大的变化可能就是锁定画面了 他们会把iOS 16 也就是iPhone本来就已经有的功能 像是锁定画面上面的Wedgie小工具 可以简单切换桌布背景 还有可以选择不同的字体 颜色来显示时间日期 这些iPhone上面本来就有的功能 直接移植到iPad上面 当然我们也很希望iPadOS 同样会有分享锁定画面这个功能 这样我们就不用花时间 再去想怎么做比较好看了对吧 然后iPadOS 17 也可能会跟前面提到的iOS 17一样 重新设计全新的控制中心 但是iPadOS最大的进步 应该还是会放在Stage Manager 目前调度这个功能上面 现在流出的消息有几个重点 主要都是在改善iPad在外接萤幕的时候 然后使用目前调度这个功能上面的一些问题 第一在iPad外接萤幕的时候 可以使用外接萤幕上面的视讯镜头了 就是现在你在使用外接萤幕的时候 它你还是只能使用iPad上面的视讯镜头 所以如果iPad放在萤幕的旁边 那你的视讯的时候永远都是这样歪着头 那如果可以使用外接萤幕上面的视讯镜头 你头就不用一直歪着了嘛 那第二在iPad外接萤幕的时候 可以自己选择音讯输出的装置了 那现在你在外接萤幕的时候 它其实会自动切到外接萤幕上面的喇叭 然后没有办法切回iPad的喇叭 那你知道iPad的喇叭其实还不错嘛 有时候萤幕的喇叭反而更烂 切不回来真的是蛮困扰的 那第三可以自行调整外接萤幕上面的Dock的大小 现在的iPad外接萤幕的时候 它的App的大小图示是固定的 自由度非常的低 以后可以调的都比较多 比较像Mac了 第四终于可以同时播放不同的音讯跟影像了 现在我们只能选一种 就是你在听音乐的时候不能同时看YouTube 你在剪影片的时候就不能同时听Podcast 只能做一件事情这个限制呢 就让iPad不可能会成为下一台电脑 这个一定要进步的地方 最后一个也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终于啊 终于在外接萤幕的时候 可以把iPad给盖上了 这个真的是谢天谢地啊 现在不能盖真的超纯啊 一定要打开放在旁边 然后这么小的萤幕放在旁边根本就是站位 而且不好用嘛 好啦以上就是iPadOS所有的新消息 以目前传闻来看 iPadOS的变化其实不算多 但其实都还蛮重要的哦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WatchOS 10可能会带来哪些新功能 根据彭博社Mark German的消息指出 今年的Apple Watch S9的硬体提升并不会大 太年大了 主要的战场会是在WatchOS 10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啊 这一次WatchOS 将会是从2015年Apple Watch一代推出以来 很重要的一次更新 首先有传闻说 WatchOS 10会加入微局小工具 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更个性化的去制定我们自己想要的表面 你想象一下 你常用的App或是功能 可以在iPhone上面一样 直接放到你手表的主画面上面 不会再有任何的限制 是不是超选的 而且数位表光按下去之后 进入的可能不是App的排列画面 而是新的小工具页面 那再来 Apple一直希望Apple Watch 可以变成每个人的健康管理员嘛 所以我们预期可以看到更多的运动模式 还有更精准的心率跟睡眠监测的功能 最后呢 就是有传闻说 WatchOS 10终于可以让一支Apple Watch 跟多个装置配对啦 现在一支iPhone可以配对多支Apple Watch 但是一支Apple Watch 就只能跟一支iPhone配对 我希望这个消息是真的啦 这样跟我一样拿双击的使用者 出门的时候就可以拿任何一支手机出门就好了 不一定非得带着那个跟Apple Watch配对好的那支手机 好啦 分享完作业系统可能的改变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 今年的WWC可能会推出哪些硬体 那一直以来 WWC其实是一个以新一代作业系统为主的厂子 但因为今年上半年 Apple根本没有举办任何的新品发表会嘛 而且大家还记得去年6月的时候的WWC嘛 Apple当时推出了全新的M2 MacBook Air 跟M2的MacBook Pro 所以呢 今年WWC大家也会同样猜测 可能会看到一些全新的硬体嘛 那首先呼声最高的也几乎是满肯定会推出的 就是本来要在3、4月发表的这个15寸的MacBook Air 那这个MacBook Air名称只是暂定啦 那因为包含了彭博社的Mark Gurman 跟苹果分析师郭明奇都说啊 这款全新的15寸MacBook Air 会在这一次的WWC上面推出 不过这台15寸的MacBook Air的外观 应该跟现在M2MacBook Air一样 而且一样是使用M2的晶片 就只是单纯的萤幕变大而已啦 其他什么都没变 啊售价会变啦 应该只是比现在的13寸再贵个3000到6000左右 那现在最便宜的M2的MacBook Air大概是在37,900 所以15寸的价格最便宜 最便宜应该是会落在42,000到45,000上下 那至于颜色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变化呢 就要等正式推出之后才知道啦 那我觉得可能应该会有新色啦 因为有新色才会好卖嘛 再来我们可能会看到Apple的头戴式装置 这款产品已经传闻要推出好一阵子啦 这两年每一次的发表会我们都非常期待的出现 但都没有出现了 这次我们有来自彭博社Mark Gurman的消息 他表示这款装置呢将会是Apple今年主打的产品 华尔街日报也有说 这款被称为Reality Pro的头戴式装置 能够把虚拟世界跟真实世界融为一体 也就是所谓的Mixed Reality MR 预计可能会在未来的10年内取代iPhone 成为Apple的主力产品 那这一款外观设计谣传的 有点像滑雪护目镜的Reality Pro呢 它的价格大概会高达3000块美元啦 换穿成台币大概是9万块钱 这对一般人来说真的高到有点夸张 那它的功能跟续航力 目前外媒的消息是说 这可能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产品 就算Apple在这一次的WWDC上面发表这一款产品 可能也要等到秋天之后才会开放预购啊 那大规模生产也可能要等到12月之后了 所以如果Apple真的按照大家的猜测 推出了这一款高价的头戴式装置呢 我想它的定位应该比较偏向是商业应用 而不是单纯的游戏级的这种消费级的产品啊 那接下来就是这一次WWDC我最在意的重点 那一个唯一还没有跟Intel晶片说拜拜的Mac Pro 那彭博社的Mark Gurman说 在今年的WWDC上面 不会看到Mac Pro也不会看到Mac Studio 看到这个消息我其实是爽了一下 因为我之前在直播的时候我答应大家 如果我这一次真的出了Mac Pro 我就会花钱买下去啊 所以当Mark Gurman说出不会出Mac Pro的时候 我就放心了一些 这样我就还有时间可以让我存钱嘛 但是我为了百分之百确定 这次是不是真的可以逃过一劫呢 我就去打听了一下 结果跟我们之前在直播上面说的一样嘛 它的计划其实是没有改变的 Mac Pro一样还是会在WWDC上面推出 现在呢就是要看Mark Gurman的预测准确 还是看Willy Wood的铁口之断啦 那我们是可以继续存钱呢 还是就是直接破产呢 话说回来如果M3的晶片确实要在今年年底推出的话 那Mac Pro如果现在还不发表 我们是不是就得再多等一整年啊 而且对苹果来说要将所有的产品都改成自家晶片这个目标 是不是就有点拖了太久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应该会在这个时候看到全新的Mac Pro 应该是没有问题啦 另外目前很多消息都说Mac Studio因为跟Mac Pro的定位太像了 可能会互相抢饭碗影响到销售 所以Mac Studio可能会直接停产绝版不会再更新了 但是根据我们自己得到的消息呢 对苹果自己内部来说这两个产品的定位并不会冲突 所以这一次的WWDC新一代的M2 Max M2 Ultra的Mac Studio也会跟着Mac Pro一起推出 那当然我们的消息也可能会有误差 但我们真心期待可以在同一个舞台上看到全新的Mac Pro 也看到升级版的Mac Studio 这样子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知道苹果对桌上型电脑的这个产品线的定位 毕竟这关系到我要不要卖掉我手边Mac Studio 去换成更强大的Mac Pro嘛 好啦就这样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 WWDC 2023年的传闻消息 而且不一定全部都会成真 但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娱乐 像是茶余饭后的轻松话题嘛 那下周的凌晨一点别忘了跟我们一起熬夜看发表会 我们也会全程直播 那大家一起看直播总是比较好玩嘛 而且我们还要准备一些小奖品可以抽奖哦 如果你没有办法陪我们一起熬夜也完全没有问题啦 你早上起床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们帮大家准备好的懒人包文章跟影片啦 那最后你都看到现在了记得一定要按个赞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赶快去订阅一下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支新的影片啦 OK就这样 谢谢大家观看啦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